丁的一声,剑芒落在了毁灭之树上,迸发出了一声清脆的瘟鸣,一层淡淡的紫色光雾形成一层光雾将毁灭之树保护在其中,龙好臣的剑芒甚至连一点紫光都未能激起便寂灭掉了。 确实,有着很强的防御力呢。 这,什么很强?是永恒不可破的坚固? 话不要说得太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龙好臣一边说着,他双手缓缓抬起,在空中做出一个虚我之事。 紧接着,在他额头之上,九道紫金色光雾便是徐徐地浮现出来。 当这九道光雾出现的时候,原本充满光明气息的龙好臣,脸上多了一层邪美之意,就连一旁的伊斯顿王都被吓了一跳。 但他随后发现龙好臣的光明之心并没有发生变化,也只是力量出现了一些不同。 紧接着,伊斯顿王和斯瑟就见到一柄巨剑,开始在龙好臣虚卧的双手上蔓延而出。 紫金色的剑身看上去是那么的绚丽多目,尤其剑柄处的六个头,散发着冰冷的目光,似乎是在注视着周围的一切。 这柄紫金色重剑一出现,伊斯顿王手中的神器以及身上的神器甲咒都散发出了轻微的嗡鸣之声。 对让伊斯顿王有些惊讶。 我的宝贝在恐惧,你,你这是什么剑? 既然要破坏毁灭之术,那么就叫他毁灭者杀本,那么他的全名就是毁灭者杀紫金浩月剑。 龙好臣手中的紫金浩月剑已经带起一道惊天长虹,只问斯瑟手中的毁灭之术斩去。 这一次,斯瑟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他并不惧怕毁灭之术被攻击,可是毁灭之术后面便是他呀。 他没有毁灭之术那么强大的防御力量,无论是人还是精灵,都有很强的求生欲望,几乎是下意识的,他就松开了手中的日月神石。 自金色光芒闪电而至,在半空中命中了毁灭之术。 毁灭之术上浮现的那层紫色光芒在此出现,但是,和之前龙好臣瞬间崩散的剑也不同, 这一次,当他散发出的紫色光照与紫金浩月剑接触在一起时,二者之间竟是产生了粘连效果。 也就是说呀,那连带着日月神石的毁灭之术,竟像是被紫金浩月剑粘在了空中一般。 毁灭之术的树苗在日月神石上剧烈地颤抖着,一层层紫色光芒也变得越发浓郁,甚至还带着一些闪亮的紫色星光。 紫金浩月剑则依旧是紫金色流转,只是剑柄处的六个大头,眼眸全部睁开,就像是活过了一般,冷冷地注视着挣扎中的毁灭之术。 不,这不可能,毁灭之术上孕育的毁灭之力,哪怕是在注视状态下,也可以令任何攻击他的力量瞬间毁灭,怎么会出现对抗的情况? 就在他一脸不可思议的注视中,突然间,紫金浩月剑的剑剑突然出现了变化,原本风锐的剑锋,在瞬间变成了一张大嘴,一口就咬破了毁灭之术,散发出的那层毁灭能量,直接咬住了树苗的本体。 用力一扯,居然就那么将他从日月神窝石上给扯了下来,然后张口猛吸,毁灭之术顿时化作了一团紫光,在紫金浩月剑的气息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龙好称右手一抬,将失去了毁灭之术的日月神石吸入手中,转身,向完全惊呆的一丝顿望问着。 当他进入伊斯顿王的洞穴感受到那份毁灭意念的时候啊,浩月的情绪便出现在了龙好称的心中,对于那份毁灭之力,浩月充满了渴望,不断地消失去, 怂恿着龙好称去夺取。 但是呢,这里是伊斯顿王的地方,龙好称在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之前,他自然不会这样做,同时呢,有了浩月的这份提示,他就更加的怀疑思思,而浩月明确地告诉他,那份毁灭之力,虽然纯景强盛,但不足以对他造成什么伤害,也只能是成为他的补品,有了这东西,他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最后的进化。 这也正是浩月第一次告诉龙好称,他要接近完成最后的进化,龙好称刚才之所以一再询问伊斯顿王,是否要将毁灭之术彻底毁灭, 就是为了能够明正言顺地给浩月进补。 毁灭之术是否真的被毁灭,他不清楚,但有一点他却明白,被浩月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是绝不可能再吐出来了, 尤其是浩月先前告诉他,这毁灭之术和他并不在一个层面上没有反噬的可能。 思思此刻,已经完全地呆住了,他的最后希望已经破灭,突然,他猛然尖叫双手抱头,痛苦地在地上打起了滚。 再漂亮的小姑娘,如此痛苦疯狂打叫也不会好看,龙好称却是大吃一惊啊,可这个时候他又不能接触领域机的封印。 伊斯多瓦,他怎么了? 强大的人类朋友,你真的做到了,你竟然真的做到了。 他一定是将自己灵魂中的一切黑暗之面都献祭给了毁灭之术。 现在,应该是毁灭之术被彻底破坏,他那灵魂的阴暗面也随之破碎,灵魂失去了一部分,所以他才会如此痛苦。 你看,他身上的黑暗属性灵力开始溃散了。 哈哈,暗夜精灵族的月夜女王失去了黑暗之力,伊斯多瓦来可以太平很长一段时间了,还没有了毁灭之术的威胁。 朋友,谢谢你,我伊斯多瓦的友谊将伴随你终生。 对于伊斯多瓦来说,暗夜精灵族虽然不是什么大的威胁,但却一直在骚扰着伊斯多瓦的和平,尤其是这次月夜女王弄出的这件事情来, 虽然就更加让他充满了警惕。 现在月夜女王思思的灵魂受到了破坏,更是失去了黑暗之力,也就意味着暗夜精灵失去了领袖,自然就翻不起什么风浪了。 更让伊斯多瓦高兴的是,那烫手的毁灭之术也被龙好尘彻底地毁掉,从此以后他可以高枕无忧。 以他的修为,在这伊斯多瓦世界中,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对他构成威胁的。 也正在这一时,龙好尘的心中一动,他下意识地唤出了满是裂痕的光明女神永叹调与蓝语光之芙蓉。 两柄神剑在刚才的碰撞中,留下了不可修复的痕迹,他们的气息也变得极为衰弱。 可就在这时,龙好尘从这两柄神剑中感受到了一份令他无比熟悉的生命气息,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 龙好尘向身边的伊斯顿王说道, 我需要你的生命领域增幅,帮我一把。 没问题,来吧。 话落,他那碧绿色的生命神域已经是扩张开栏,将龙好尘的身体完全地笼罩在其中。 龙好尘正而重置地将两柄神剑缓缓地举在高空中。 目光灼灼地盯视着他们,稳定着自己的心神。 下一刻,他将随时都有可能破碎双剑缓缓合拢。 光神之欲的七彩金光升腾,将两柄神剑完全地笼罩在内。 眼看着,他们就融合在一起,生命与创造的气息也随之出现。 但是,这股力量对于已经破损的两柄神剑来说,复合实在是太大了。 他们都开始发出了轻微的嗡鸣之声。 不破不利。 他曾经为孕育你们而付出了无数。 现在,就请你们真正地融合吧。 轰点之目,生命与创造之间瞬间爆开,化成了无数光点。 在这些光点中,最大的一个则是一团金光。 龙好尘目光一下子便锁定在那团金光之上。 与此同时,这所有破碎的光点,全被他的光神之欲覆盖在内。 时间静止,掌控生命进程的力量,瞬间覆盖在这些光点上。 一道七彩金光伴随着龙好尘急速跳动的永恒之心,从他胸口处电射而出,直接注到了那金光之上。 顿时,那金色的光点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膨胀、舒展、生命的气息,也变得越来越浓。 就像是一个小小的金色胎胚被孕育出来,人形渐渐呈现。 紧接着,这人形开始增大,身体开始舒展,甚至背后还有着三对小巧的光翼。 而他的样子也渐渐变得清晰,绝美而柔和,但却如此透明、虚弱。 可不正是消失已久的雅庭吗? 当初啊,龙好尘在星魔塔被魔神皇击杀之时,他的心脏被彻底粉碎,而雅庭所在,也就是龙好尘心脏旁边的翘穴。 魔神皇内积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雅庭的精灵之体,瞬间出现了崩碎,也只有灵魂伴随着生命与创造之间的战斗被神剑收入其中,这才是躲过一劫。 但他的灵魂也因为极度虚弱而陷到沉水之中。 自从自己复活之后,龙好尘一边修炼,一边在寻找着雅庭的踪迹,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伴随着他的修为一次又一次进化,终于让他发现了一线的可能。 那就是,雅庭被梁柄神剑真正的化为了剑灵,没有在他们融合成生命与创造之间的时候,龙好尘才能感受到一丝雅庭的气息。 可是,明知雅庭的灵魂可能还存在,但龙好尘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贸然击碎两柄神剑,雅庭很可能会立刻魂飞魄散,还不如继续留在神剑之中。 而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终于给龙好尘带来了足够的机会。 进化的光神之鱼,令他掌握了生命进程这个神奇的能力。 他是在用自己的领域力量,催动雅庭那虚弱的灵魂之力进化。 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麻烦,更是会击打消耗龙好尘的力量。 但他身边有着伊斯顿王这个大补,所以呢,在释放领域之力时,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持续增幅。 渐渐地,雅庭的形体稳定了,龙好尘也是随之长出口气啊。 至少他可以肯定,雅庭的现在这种状态是不会再昏飞魄散。 而接下来的过程更加复杂,龙好尘开始将那些破碎的神剑能量徐徐地住到雅庭体内, 凭借着他纯粹的光神之欲,雅庭的灵魂渐渐被增幅到了极为强盛的状态。 千万别忘了,雅庭当初是融合过圣隐灵卢的,圣隐灵卢的孕育力量在他的灵魂中沉睡, 而这次被一同唤醒,无论是光明女神涌叹调,还是蓝雨光之芙蓉, 都是受过雅庭长时间的孕育,此时他们破碎,被雅庭收入体内化为纯粹的能量, 与雅庭的灵魂之力进行融合,这并不困难,只是需要外力极大。 能够看到的是,在半空中,最外层的是伊斯顿王碧绿色的生命神域, 生命神域内,是龙好尘闪耀着七彩金光的光神之欲, 最核心处则是散发着柔和金光的雅庭。 得到两柄神剑碎片后的力量融入,雅庭的身体渐渐变得凝实, 那种令人心疼的虚弱感也是逐渐降低, 龙好尘注注给他的不只是两柄神剑破碎后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庞大的生命之力, 并且是以光明为指引的庞大生命力。 对于精灵来说,哪怕是元祖精灵, 对于生命力的渴求也是非常大的, 更别说在龙好尘的心中, 早就不将雅庭当作纯粹的元祖精灵来看待。 伊斯顿王的实力确实强大, 他的生命神语在被龙好尘的光神之语不断吸收的过程中, 依然没有半分减弱的迹象, 而且能够看到从洞穴之外大量的生命气息涌入, 不断地注入到他的神语之中, 在对龙好尘进行持续增幅。 作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伊斯顿王在这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他是自然之主的代言人, 是生命之力的掌控者。 如果不是龙好尘的光神之语对他的克制太大, 之前也不可能压得他毫无办法。 有着这个强大的盟友支持, 龙好尘原本为雅廷重塑身体的困难, 便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 同时, 他也凭借着大幅度的进化后的灵魂之力, 不断地控制着自己的光神之语, 以便帮助雅廷重塑身体, 以便体悟着领域进化, 所带来的种种变化, 以及控制领域的奥妙。 有了这次的体悟, 他也可以算是真真正正地掌握了九阶三级的奥义。 龙好尘最新领悟的领域剂, 掌控生命进程可以说是妙勇无穷, 唯一的缺点就是本身没有太强的攻防能力。 面对比他弱小的对手, 这个领域剂绝对是无敌的大杀器, 甚至还能够进行多种改变。 但是, 如果对手也拥有着强大的领域, 那么, 他这个领域剂只能在某些方面产生作用, 论这个攻击力, 还不如神光圆无曲。 当然了, 伴随着这个领域剂的领悟, 他的光神之欲也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层次上已经进化到了更加恐怖的程度。